技術分析中常出現的KD指標怎麼看? 技術分析中有的人看均線 有的人看裸K 也有的人看KD 今天要來聊聊的就是KD指標 那看盤軟體上面 副指標可以設定KD指標 有些預設可能就是KD指標 不知道怎麼設定KD指標的 可以點選右上角的影片連結 之前有介紹過看盤軟體的設定 那KD指標可以看到有K值跟D值 KD指標就是由這兩個值所組成 那KD指標又稱作隨機指標 那要使用KD指標之前 要先知道什麼是KD 怎麼算來的 今天的K值等於昨天的K值乘以三分之二 再加上今天的RSV乘以三分之一 今天的D值等於昨天的D值乘以三分之二 再加上今天的K值乘以三分之一 那RSV又是什麼呢? RSV的計算方式 是今日收盤價-最近N天最低價除以最近N天最高價-最近N天最低價 再乘以100 那直接從公式來看 當今日收盤價是最近N天的最高價 那RSV就會得到100 當今日收盤價-當今日收盤價-是最近N天最低價-那RSV就會得到0 那從這兩個例子來看-就知道當今日收盤價-是最近N天最高價-RSV是100 就代表走勢是相當強的 反之當今日收盤價-是最近N天最低價-RSV是0 就代表走勢是相當弱的 所以從RSV就能知道走勢的強弱 那KD指標有用到RSV來計算 所以KD指標可以用來表示過去一段時間內走勢的強弱 那從公式可以看到 K值是直接用RSV來計算 是比較敏感的數值 D值則是用昨天的D值與今天的K值來計算 並沒有那麼直接的計算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因此K值是快速平均值又稱快線 D值是慢速平均值又稱慢線 KD指標有幾個常拿來運用的情況 那KD指標在顯示上也就是K與D兩條線 那不外乎就是KD排列狀態以及KD交叉狀態 另外比較特殊的是 KD小於20與KD大於80的情況 在KD排列上 當K大於D 也就是K在D之上的排列狀態 這時候來看一下走勢 就會發現走勢比較搶勢一點 都是上漲的走勢 所以當K大於D就有機會是多方搶勢 那當K小於D也就是K在D之下的排列狀態 這時候來看一下走勢 就會發現走勢比較弱勢一點 都是下跌的走勢 所以當K小於D就有機會是空方搶勢 再來就是KD交叉的狀態 當K值突破D值也就是快線突破慢線的情況 這叫做KD黃金交叉 這時候來看一下走勢 就會發現走勢都會有漲勢出現 所以當KD黃金交叉 有機會是多方搶勢 當K值跌破D值也就是快線跌破慢線的情況 這叫做KD死亡交叉 這時候來看一下走勢 就會發現走勢都會有跌勢出現 所以當KD死亡交叉 有機會是空方搶勢 再來就是KD小於20 與KD大於80的情況 先說說KD小於20的情況 在看盤軟體上面是顯示綠色區塊 也就是所謂超賣區 因為當KD小於20 代表下跌來到D檔超賣區 這時候可能出現反彈 或者是回升 像是這裡KD小於20來到超賣區 隨後的走勢真的就出現一波漲勢 但是KD低檔並不是每次都這樣出現反彈或回升 要注意的就是鈍化的情況 像這張走勢圖 可以看到KD低檔超賣區有很大一塊 但是走勢卻沒有出現反彈或者回升 而是一路好幾根黑K棒往南 是一路下跌的走勢 這就是所謂的KD低檔鈍化 當KD長期處在小於20 也就是長期處在D檔區 代表股價是相當弱勢的 所以當D檔鈍化出現 就要特別留意 當走勢是空方趨勢的時候 這時候來看看KD低檔出現之後的走勢 可以看到在空方趨勢之下 出現KD低檔之後 走勢雖然是有反彈 但其實反彈幅度不大 很多時候都沒有辦法過潛高 那當走勢是多方趨勢的時候 這時候來看看KD低檔出現之後的走勢 可以看到在多方趨勢之下 出現KD低檔之後 走勢是出現較大的漲幅 很多時候都是突破潛高 一路往上的走勢 所以在多空不同的趨勢之下 KD低檔出現之後的走勢 其實也不一定像是 所以不同情境之下運用就要靈活 再來看KD大於80的情況 在看盤軟體上面是顯示紅色區塊 也就是所謂超買區 因為當KD大於80 代表上檔來到高檔超買區 這時候可能出現下跌或者是回檔 像是這裡KD大於80來到超買區 隨後的走勢真的就出現一波跌勢 但是KD高檔 並不是每次都這樣出現下跌或回檔 要注意的一樣就是鈍化的情況 像這張走勢圖 可以看到KD高檔超買區有很大一塊 但是走勢卻沒有出現下跌或者回檔 而是一路好幾根紅K棒往北 是一路上漲的走勢 這就是所謂的KD高檔鈍化 當KD長期處在大於80 也就是長期處在高檔區 代表股價是相當強勢的 所以當高檔鈍化出現就要特別留意 再來就是要講KD背離狀況 第一種KD指標背離的情況 就是股價出現跌破前波低點 但是KD指標卻沒有跌破前波低點 出現這種KD指標背離 後續的走勢有轉強的機會 第二種KD指標背離的情況 就是KD指標創前波低點 但是股價沒有跌破前波低點 後續的走勢有轉強的機會 第三種KD指標背離的情況 就是股價創前波高點 但是KD指標卻沒有跌破前波高點 後續的走勢有轉弱的機會 第四種KD指標背離的情況 就是KD指標創前波高點 但是股價卻沒有創前波高點 後續的走勢有轉弱的機會 KD指標除了日KD 還可以設定週KD與月KD 有的人會一起看 看長期趨勢 判斷中期波段 藉由短期走勢找進場點 有的人是日KD搭配其他技術指標 各種指標的搭配都沒有對與錯 就看適不適合自己 KD指標不論是排列狀態 交叉狀態 KD頓化 KD背離等 這些指標的狀態 都可以拿來參考用 但很重要的 千萬別認為 當A出現 就一定會得到B這種結果 因為走勢是千變萬化 是難以預測與捉摸的 以上的資訊分享給各位朋友囉 本頻道沒有建議任何買賣操作 單純分享資訊 以上分享皆為個人心得 本來無邀約推介之行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個股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咱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